为了庆祝出道三十周年的徐若孙 就向粉丝许下承诺 明年一定会开演唱会 而这日去到电台宣传新歌的Vivian 还即兴地将现场当成自己的舞台 不停地拿走记者的摄影镜头 矮凳和电风扇当成咪式唱歌 各位我们从大卖场的十元版的 到户外专用的录影版的 我们都可以假议了 女神临死角 没什么她不能够假议的物件 好了 好了 我怕再玩下去不得了 好 转圈 慢慢的 你管 想听到全我的吻 虽然光残忍 该怎么疼就让他疼 勇敢转身 再见 错的人 然后你接这个 接这个 有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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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后Vivian就说自己之所以这么白厌 是因为在台湾和新加坡都要接受居家隔离 要发泄一下 加上看到这么多传媒老朋友 所以才会有失控的表现 结果就被主持封为最难驾驭的艺人 他们 我常常都是这样逗他们的 我觉得因为有几位摄影大哥真的已经从小看我长大 我看到他们就想逗他们 他们保养的其实都还不错耶 也都没发胖啊 发际线也没有变高 真的保养的很不错 这位黄色T恤大哥他很早以前他就已经白胡子白头发 现在还是一样 也没有因为时间久而变黑 Vivian又说现在最想成为一个不败的妈妈 所以即使儿子后年才入读小学 但他已经买了整套小一的货本给自己看 到时就可以和儿子一起学习啊